CBA球队翻译变身球员的励志故事 你听说过吗 近日江苏同西南岚就与上赛季的队内翻译边赛员签下了一份球员兼职翻译的合同 这也就意味着边赛员有望在新赛季以球员的身份登场亮相 上赛季边赛员跟随同西南岚南征北战担任球队的翻译工作 但在他的心中一直怀有一个成为职业球员的梦想 这位有过美国NCAA比赛经验的80后小伙 曾在去年试图冲击CBA连赛 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入选 只是留在同西南岚担任随队翻译 上赛季结束之后 同西俱乐部被边赛员的热情所打动 决定再给他一次征战CBA的机会 在通过体能测试成功登陆NBL赛场之后 边赛员的努力得到了同西俱乐部高层的认可 最终同西南岚向他开出了一份球员兼职 翻译的CBA合同 作为上赛季的CBA新军 江苏同西的常规赛战绩为10胜28负 在所有20支球队中排名第17 尽管上赛季的最终成绩并不理想 但同西南岚已经在休赛期进行了补强 万元方面牵下了枪 五件队就像韦伯 大大提升球队的进攻活力 五件队就像中的这种 太帅了 优优独播剧场地下